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玉子很是无奈 但是也从来没有去说他 只是每天默默地帮他洗衣服做饭 由于玉子每天待在家里很少与人接触 所以一个冬天过去了 玉子只认识了一个叫做驴哥的初中生小朋友 新年很快到来了 邻居的家里都非常的热闹 只有玉子的家里冷冷清清 玉子的姐姐很晚才来看望他们 就在玉子迎接姐姐的时候 不小心错过了妈妈的电话 家里已经很多年都是这样了 玉子和他爸爸也早已经习惯了 春天到来了 玉子也开始筹划起了他的未来 爸爸的一位僧人朋友 有一天看到玉子去庙里求签 还买了一块护身符 于是就告诉了玉子的爸爸 爸爸听了之后觉得玉子有所改变 就非常开心 给玉子买了一个礼物作为奖励 玉子找到驴哥 他一个很可爱的写真 还叮嘱说不要告诉别人 驴哥一扭头就跟爸爸说了 父子俩还一起送照片 玉子这个事弄得众人皆知 玉子的房间垃圾堆成了山 爸爸在打扫房间的时候才发现了一份简历 他很支持玉子 但玉子呢 光说不恋 玉子的同学打扮得花枝招展 而玉子呢 像个大妈 看见同学都想躲着走 谁知同学没眼尖啊 一下子发现了玉子 他心里特别难受 这时候有人给爸爸介绍女朋友了 爸爸说着不恋爱 转身就和女朋友去吃饭了 玉子这时也感受到了一种危机感 没有爸爸他可怎么办啊 这时候他派驴哥去看了爸爸的女朋友 驴哥流着口水说 女朋友长得很美 玉子回家就说了老师的坏话 结果爸爸不相信 还说他挑拨离间是个事儿吗 他决定去会会爸爸的女朋友 一看 真是又温柔又贤惠 然后他就准备说爸爸的坏话 谁知爸爸的女朋友全盘接受了 玉子也接受了爸爸的女朋友 这时候老爸想和女朋友一起住 就让玉子从家里搬出去 他和黎哥一起坐在板凳上偷吃冰棍 可能是天太热了 玉子决定去一个凉快的地方 开始全新的生活 人总要学会长大和独立啊 谁也不能成为一个永远的废宅 总要面对现实 勇敢生活 好了 电影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视频 请大家关注女神八电影和驴哥说电影哦 原版电影下载 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驴哥说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吧 么么哒